相比小然然的家人 对她胖瘦的不在意 童爸张丹丰可是十分担心 自己的宝贝女儿 因为吃了甜食会长胖 所以对童妈想给童童 喂蛋糕的做法很是不满 吃爸爸不给 你这 不管了 你这给她吃这些零食 又甜的又糖 又蛋糕 一点点没事的 你看我说不给她吃 你还要给她吃 童童人家是苗小书女 天天吃这个 你就会肥 变胖子了 童妈一直很喜欢吃甜食 所以看到童童可怜巴巴的小眼神 立刻就心软了 妈妈给你一点点 别管爸爸 我亲我 我看一下 一点点 一点点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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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慢慢吃 慢慢吃 就一点点 你就别看了 别看 你别看 我女儿喜欢吃 她喜欢吃 这一天好吃零食 好吃零食 这人肯定就胖 也就是那种吃 很 她也不算很胖 那你这吃吃营养的刚才很多的 我们营养的东西也吃 然后 不营养的东西也吃 然后 我就看她怎么爱吃 我就给她一点点 啊 啊 一点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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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妈妈最爱喝水的 多喝点 对于童妈这样 随意给孩子喂甜品零食的问题 张丹丰又气又无奈 但是因为事关女儿的健康 一向随和的她 开始跟妻子叫起汁来 妈咪啊 嗯 我现在找着一个儿子马上 我们童童今天已经十二个月 所以 这个咱俩也别争执了 我跟你说 咱就上网 我看了她的 现在 就是标志童童这个年龄的 标准体重是多少 我们去腰一腰 如果它是标准体重 你想给他们吃都行 那你去聊一下 我我我我把项目给拿 好 你拿 你还是你先别吃了 你先把那女儿体重量了 量好了再多 你 你ok了吗 我ok了 蹭你 好 你的来 我爸爸很烦的 等等等等 现在是一百三十八吧 ok 一百三十八 好的 我没有你坐起来 你自己自己玩 等到我了 别数了 等一下 一百一十八 然后现在妹妹二十八了 妹妹二十八了 妹妹二十八了 你自己胖了 你自己胖了 二十八也不 不重了 一岁了 二十八 她也不算重了 所以我要看看 再算一算 我看吧 我觉得她不重 彤爸在认真计算着 彤彤的体重是不是超标呢 ok 现在侧出来是正常 啊 正常啊 正常啊 正常就没问题啊 你看她在跳舞 我回来听得要 我女儿一有音乐 就开始跳了 小心小心 ok ok 现在处于正常 正常 正常就给她吃没问题了 正 是啊 正常 彤彤的体重是正常的 这让彤爸多少有些放下心来 不过这位认真的爸爸 还是心存疑虑 这个蛋糕属于零食 你知道吗 里面糖分又多 又不知道放什么添加剂 我不想太多的 这一点点 ok了 那我也吃点 你吃我这个剩的这个 你吃我剩的那个 但我不能用它的勺子 对 你就这样吃吧 嗯 好嘞 正常 挺不错的 妹妹 妹妹才有爸爸谁啊 你看你多坏 你还叫他看你吃东西 但是 我总觉得吃这个 我总觉得你吃蛋糕好像不太营养 不太好 所以我们也想问我们专家 外面买的蛋糕 给像我女儿这么大的 呃 BB来吃好不好 或者是如果可 如果可以吃的话 大概 要吃多少的量 完了 希望专家给我们一个好的建议 嗯 嗯 婴儿啊 婴儿啊 他就是天生就喜欢吃甜食 嗯 零食呢 肯定它不像这个我们赠餐啊 这些奶啊 他这样的话有有营养 但是你要不完全不让孩子吃零食呢 又不太现实 父母要如何正确的给孩子这个准备零食 那么通常我们在购买零食的时候呢 尽量要倾向于买一些比较健康的零食 那么吃零食呢 我我的建议呢 就是尽量的不要这个随时都给孩子吃零食 这样会很影响孩子的这个正餐的摄入 特别是进餐前的一个小时 尽量不要给孩子吃零食 其实孩子的这种喜欢香甜的这种习习习惯 还有他天生的这些个性 还有喜欢喝甜的这个饮料 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 那么他是天生的 但是这些天生的这个这一些先天得来的这样的一些个性 可以通过后天 父母也就妈妈爸爸以及其他的未养人 对他的一种一开始的养育习惯可以改变 比如说孩子从新生儿出生以后 我们不给他喂糖水 那这样的话呢 他就没有接受过这种甜水的刺激 他就容易接受白开水 任何的零食都不能代替食物 然然也好 这个童童他已经习惯了这个呢 我们就需要循序渐进的 一点一点的 逐渐的把这个零食的这个吃的量啊 次数啊 还有这种随意性的 慢慢慢慢 在孩子不很痛苦的情况下 能够接受的情况下 逐渐的给他剪辑